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名将岳飞出世的时候 天空出现了一只大棚在盘船 所以它就有棚举这个名字了 《雷祖宁签》第九签 讲的就是岳飞出世的故事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 人离开的时候 带不走金钱和名利 但另一方面 我们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 会影响我们之后一代有一代的人 名将岳飞之所以能够名随千古 是因为他精忠爱国的精神 反攻自问 我们又想留下什么给后世的人呢 讲起岳飞 大家对他的精忠报国 大破金兵的事迹也会极为熟悉 事实上 在宋末明初祭祀岳飞岳元祟的风俗 也都十分盛行 在记录宋仁日事的三楼牵杂式里面 有记载 太学守土之神岳侯也 就可以见到宋末岳元祟的信仰 已经成为了流行民间的土地神 明代道教特别崇奉岳飞的精宗 也有道经罗列岳飞作为护法的元祟之一 道士切坛驱要旷摩的时候 他们所召请的诸神里面 最常见的也都有岳元祟 岳元祟的信仰 也都在明代正式进入道教的神谱之中 第九签的内容是中国名将岳飞出世的故事 这支签会否代表有希望的签呢 有关签文的玄机 就要请教身边的唐宗信师傅 师傅究竟这支签是否代表有希望的文字 是 岳飞短短的一生 非常传奇 他从出生到成为名将 到被冤屈而死 都是深入民心的 而这签文的故事 是说他人生最初出生的阶段 所以他第一句说 是昆化鵬一任飞 就是说他有昆鵬之志 后来的诚语是说他的 有希望 有希望一定是有希望 有希望和实际是否有直接挂勾呢 需要不需要等待呢 当然有希望 有希望有没有希望 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 因为我非出生 后来的故事是大雨水灾 他妈妈带着他 就是家里的环境不好 甚至是要离开 甚至是要离开 将他等待在盆里 等他顺留 即是叫做生就生 死就死 看天意 这次还会出生的事 当然最后他将平安到达 但他说这故事 是愈以有希望 一个刚出生的小孩 遇到这麽大的困难 虽然他成功抵达 安全登陆 但不等于他立即成不成才 還要等一段時間 其實是在說這件事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讓 日後做名帳 莫非正確 但問題是他還未做 這個簽 即是階段問題 大家一定要明白 似乎都會久經這個波折 可能我們都說過 不過有時我們問時 即是問同方面 即是空也有所不同 我們又看看大概 分開了似乎 我看不到一個吉字 就是空和鐘 主要是扼殺了觀眾 你希望 最好是鐘 我們會慢慢和大家解釋 我想問問財運 無論正財或偏財 都是空的 為何呢 做生意 實際是希望財源廣進 越做越大 現在正財 發展 哪有得發展 只是面對困境 過渡到已經是好 即是很好的 即是吉 所以不可以進攻 只可以防守 順著勢 以手為主 因為她的能力 還是很薄弱 因為她出生 是很薄弱 對 薄弱也不要緊 你沒有人保護 即是順流而下 即靠天意 對 所以順勢會好些 但有一件事 除了這件事之外 因為岳菲很公正不阿 想法分明 在做事上 當然她大了 但問題性格是天生 小朋友也有這種性格 所以做生意一球正財 你不能取巧 不能行捷徑 而且要對下屬 要想法分明 不可以亂聽別人說 即是把握著這件事 然後順勢 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走 雖然遇到困難 遇險了 但便會安然過度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行 所以空中也有少少吉障 但問題不是得採 所以採也是空的 我們經常說問事 通常都是年頭的問 所以這一年 暫時遇到困難比較多 是的 年頭是會遇到 然後到年尾 才會覺得問題都一一解決 但不等於好 但偏才也是不好 是呀 正才都那麼空 偏才 我經常說偏才 不能腳踏實地 又不需要對別人想法分明 這支簽根本已經是 傾家蕩產 一無所有 怎可能會幫助到這個偏才 即是輸突就有份 所以千萬千萬 如果真的要投資的話 你都怎樣 等到長線的 等到十年八載 或者更長的 就差不多 不能夠說 我希望是刀仔腳大樹 短暫就得彩 這一定不行 還有關於行業 因為它是水欠 跟水有關行業 即是做救生員 或者旅遊 運輸 造船 總之跟水接近有關的 都是一般的 所以是風險 特別是新股 即是新股 即是嬰兒 比較難搞 大家要注意 好 接著我們又看看 如果問事業又是怎樣 我們又是分為 如果我們現在在職 看看會否是跳槽 或是升遷 或是未有工作的求職 究竟又怎樣 我們看到也不太好 對 在職更差 在職更差 對 有份工作 因為你正在做 保住 很好 因為它代表有變化 要離開家園 然後望前路 望天打掛 安全就安全 在中途翻艇 也有機會 所以 工作 就代表有變 可能遇到公司改革不定 即是 無可奈何 即是 要離開 原來工作的地方 也有這個意思 為何說無可奈何 因為 因為 我生活不了下去 在原先的環境 所以才要 漂流 要不然的話 所以 無可奈何 就要離職 多數會遇到公司的困境 或是自己的困境 總之是困境 無可奈何 變相地點直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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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都是 九四一生 那種 怎會有好事呢 如果想轉工 轉不轉好 是不是都不可以 轉工就轉 即是 即是自己變 即是 即是 我要轉工 你求到這些簽 簽文就告訴我 你都絕境 要轉的 你主動轉又要轉 不主動轉都要轉 早點好過錢 嗯 好了 但如果我真是 沒有份工在身 但我又想找份工 會不會找到 我見到已中 即是 那就代表他可以 因為他 但他一定是很少錢 人工低 困難多 那你就需要 力盡萬水千山 才要穩定 我寓意 可能你工是找到的 但就一些 譬如短期合約 譬如你教師 大肚請假 你去補 即是類似的 即是暫時都找不到 筍工 是的 沒有了 我們又看看 如果我們問姻緣 又會是怎樣 又分男女 嘩 都是 那你想一下 你只想一下 故事 我出生 他媽媽在她背部 刺了四個字 叫做精忠報告 嗯 她一生就揹著 這個包袱 說到感情 完全不是和諧之象 怎會有吉呢 所以我們就說 只能順其自然 不可以強求 還有就是因為 我飛最後是不得善終的 英年是早逝的 所以予以感情 都不可以有善終 暗時 如果你在拍拖 會勞燕紛飛 所以就順其自然 只能順其自然 如果是未有的 有沒有機會 未有的就沒有 自己都顧不可以 哪有空去拍拖 找不到的了 如果是女生的話 就一樣 有拍拖 你又不需要太開心 沒有又不需要太傷心 因為根本這支成支 也不是一支 因緣籤 這麼危險 剛剛拍拖的更麻煩 因為剛開始 容易被騙殺了 感情慰 可能未有這麼深厚 對 你想想 你岳飛一身 容馬 空衝 都不能享受家庭自樂 所以問恩怨是不可以的 如果大家想問恩怨 問一支恩怨簽 這支簽 似乎不是沒有了 第二天再求過 明白 我們又再看看 如果問家宅 都是空的 家宅是空的 你想想 都說他要破產危機 淒離止散 天去降災殃 一無所有 家宅怎會是吉利 剛才說的 這麼多東西 當然不一定都被中了 當然有些不好的東西出現 大破菜 不破產大破菜也可以 除了錢方面 會否有機會離婚 也會 因為你問家宅 不是問感情 重點未必一定是離婚 我不知道你的家庭 是大家庭還是小家庭 如果你的家庭只有兩口子 就是兩夫妻 當然會在這個方向應 如果你有大有小 有子女有成年 有不同的說法 他應的東西便多了 但問題是 譬如你的家庭是做生意的 你可能會破產 總之是不好的東西 問方方面面 家宅來說 是 對 完全傾擺之象 如果我們問這個自身 會否有 阿菲又經歷過這麼多困難 生死之間 會否都很兇呢 但看見這裏反而是中 是 因為自身出門遇險 但問題是 最後是平安 留有此生 他將來才能成財 不過 怕有些是非官非 過程中 他都會遇到很多迂迴曲折 不會順風順水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問到自身是這支簽 會否都代表著 有機會 這一年內需要出門 是的 一定要 一定要 是的 所以你寧願 譬如你自己 遠方 私人事也好 親人有求 或者公司要派你出外 這些是無奈地要去的話 你就要做出準備 那你說不是的 我純粹去旅行 你可以自己安排 那些就不要去 尤其是空間接觸 不要去 水險那些 是的 你不要去 我們有一些 叫做環遊世界錯 那些豪華 有論 那些 儘量不要去那些 反而 基本上出門都不太理想 但你沒有辦法 那些 你一定要去那些 就要自己 做足準備 有空險 不過最後 也有經無險 安全的 所以是中 明白 好 如果我們問健康的情況 我見到也是中 但我都說 問健康有很多不同 如果是問病 或者純粹是問 今年的健康 可能情況有些不同 那會否都是中 都是中 因為為什麼 但是他再經艱險也好 他這麼小的小朋友 這樣的風波 他都可以安全底部 所以無論你是大病 中病 小病 其實都不需要太擔心 可能過程 醫療的過程 反覆一點 譬如要做手術 要做手術 醫生建議的 你要做 做了之後 最後就是平安 所以不需要擔心 所以健康就是中 因為基本上是代表他的底子 是好的 身體的底子 是可以抵受一些重點的傷害 和疾病 什麼年紀都一樣 無所謂的 好了 我們又看看觀眾問的問題 有位觀眾說 有個工作機會在內地 求了這些簽 究竟他應該去還是不去 最好 好了 第一 我們就說 他一定一開始要離開 因為他出生就要遇到這種事 他是迫於無來要離開 即是說這位觀眾 如果有一個工作機會的內地 是不是前往 他就要看看 他是不是認回這些簽 他其實是 現在的情況 本身未去 本身的情況 都是去到一個 好像沒有出路 一個絕境 是這樣的狀態下 如果是這樣的狀態下 他就簡直是認知簽 對嗎 他就一定要去 但如果他不是 是有選擇 是的 可以去 可以不去 那就不要去 為什麼呢 因為你去 經歷風波和險阻 是很大 而且在一個萌芽階段 他要有一段時間 就算安全到保 去到 還是由嬰兒慢慢成長 真是萬水千山 如果他心裡想著 我去到就立即好過現在 馬上有發展 三兩年 我想他會很失望 最後他自己決定 即是絕境 不能選擇 死就死了 殺出血路 怎樣壞都不過現在 那你就去吧 但不是的 我想好一點 那你就真的 暫時了 所以有分別的 明白 好 這時候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跟大家說 第十籤